第一次个股推介是葵程9961 经济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 订票平台、酒店等旅游出行相关业务 受惠于去年国内和出境游的强劲复甦 其中葵程业务复甦程度好过同业 去年营业额岸年升1.2倍 去到近446亿人民币 经调整盈利升9.1倍 去到131亿人民币 随着进出航班的数量稳步回升 签证政策也变得更有利 市场继续看好葵程未来发展 随着预料葵程今年首季收入达到116亿人民币 毕竟2019年同期升4.2 预计trip.com的国内酒店及票务预弹量 按年升1.5%及2% 跑游行业表现 而出境游业务就预料进一步恢复 去到2019年的7.3%水平 走势上纳内地旅游业持续复苏 徐程至2022年以来反复向上 近日创上市新高376.4之后回调 及收入356.8 策略上有货的话 继续可以持有 目标提400元 大行业绩之后 给予平均目标价438元 未持有的话 可以等候前突破位 大约330元级 跌穿310元就减迟 不断魂基地 辄退 подум编冢 设断 亏 多 demais 媒 突 詞